2024年迎来降息循环 除了能够刺激股市之外 是不是房地产也能走出空头的阴霾呢 降息的弧度多少还要看通膨数据 那市场认为六码 六码的话是说通膨如果真的降很多 它就可以降息降很多 整体的市场虽然看起来好像房价是在涨 但涨都是涨那个小分数的 新鲜的房贷对于低总价这个市场的刺激 是会慢慢显作的 今天我们要求到总经专家吴嘉隆 还有房市专家Zack 不只深度预测龙年的经济环境 还要教你如何破解话术 让小资购物主人你省下百万房贷 陆一正 2024年刚好一开春 是不是年准会有大动作要出现 我的朋友圈里面现在都在压赌盘 到底哪一个月会真的降息 是 对而且今年这个降息的这个动作呢 跟我们今天来的总经专家预测的 几乎一样 所以我们再次要邀请 这个吴教授来跟我们谈 其实你看 如果今年有机会降息的话 那它到底会对我们产生影响 首先联主会在12月利率会议 给降息的预期 从鹰派转成鸽派 它有一个重要的观察 这样的利率水平 已经产生足够的限制性 第一点 然后这个限制性还会持续下去 这第二点 好 先来说明 那么这个是基准利率 减掉核心的PCE 那这个已经超过两个百分点 那两个百分点叫做正的实质利率 那个快速暴力升息的时候 就是要把利率拉到超过通膨率 现在利率超过通膨率了 达到两个百分点 这样的话 联准会可以合理的认为 有足够的限制性 然后这个限制性呢 有没有让通膨走下行趋势 答案是yes 这是一个重要的数据 就是CPI里面扣除能源跟食物 再扣除一个租金 租金 所以这样扣除这三个以后 再加上年性 年性的意思就是说 价格调整周期比较长 不会短期的就经常调整价格的 那比较长的这种调整价格的话 这些价格的持续性会比较高 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它的持续性 已经往下走之外 它跌破一个重要关卡3% 就是说一路跌到3%以下 连续三个月四个月了 超过就是3%以下 那这个是重要关卡 所以联准会发现 不但通膨下降有持续性 而且还可能继续跌破重要关卡 所以他有信心可以论述 从鹰派转成隔派 那么我们讲降息 这一次的降息跟以前的降息 有概念上的不同 以前我们先讲利率水平中性 就是不冷不热 那如果往上升息的话 就是正常紧缩 升了过头叫过度紧缩 那如果降下来的话 是正常宽松 降得很厉害的话 降到零利率那种的话 就过度宽松 超级宽松之类 那我们现在的降息 跟以前的降息是这样 以前出现那个泡沫破掉 网路泡沫破掉 金融海啸那些 所以那个降息是 过度宽松 过度宽松 为什么 因为它要对抗金融系统性风险 它要阻止金融机构破产 造成那个连锁性效应等等 它来处理金融风险 但是现在的降息是从过度紧缩 回到正常紧缩 它还是紧缩 它不是宽松 它以前是刻意要宽松 宽松到那里受不了 现在不是 现在是避免过度紧缩的风险 它要正常紧缩就好 那什么叫过度紧缩 就是说实质利率超过两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实质利率达到两个百分点 这样OK正常 那如果根据这个概念 如果通膨降下来 它就可以降息 然后保持两个百分点的失质利率 就是你通膨越降 我就可以跟着降 因为我保持两个百分点的差距 是这样来的 所以今天的降息概念是 由过度紧缩回到正常紧缩 还在紧缩不是这样宽松 以前宽松的时候 这是什么含例 经济出问题 金融出问题 金融危机带来实体经济的衰退 所以要降息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是要从过度 担心过度紧缩 要把它转成正常紧缩 是这样的降息 是这样的概念 在这个降息的过程中 有一种辩论就是 很担心所谓的最后一底路 打通膨的最后一底路 会碰到困难 会打不下来 他们担心这个 为什么呢 理由是这样 你看 失业率在4%以下 从3.9%要跌回3.7% 充分就业的水平 然后薪资在4%以上 这样怎么打通膨 有一个 因为根据传统的理论 我们现在发现一个要诡异的地方 就是通膨有大幅下降 可是失业率几乎没有动 怎么可能 这奇怪 因为通膨降下来 理论上失业要上升 结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通膨率大幅下降 失业率几乎没有动 怎么可能 所以大家担心说通膨可能到了这个地步以后降不下来 叫做最后一底路 现在放心了 为什么 联主会看到新的数据 这个是就业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叫主动离职率 主动离职率 什么叫主动离职率 就是劳工觉得有信心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他主动离职 为什么主动离职 因为之前有工作做就好 就是勉强接受 就是不是很好的配对 然后现在发现可以转换 有更好的选择 对 所以主动离职率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 这个提出这个观点的就是前联主会主席叶伦 结果这个数据你大家看 他在下跌 下跌的意思表示 从劳方的立场不再敢那么主动离职了 就业市场在降温 这个是直缺的同比 就是直缺数跟去年同期的比较 结果发现已经进入负的再下降 不但跌下来 而且是跌到负的 在这个黑线以下是负的 就表示说现在直缺的创造已经比以前来讲收缩了 所以合起来的话联主会看到的是一个逐渐降温的就业市场 所以不担心最后一里路 所以有可能真的要展开降息的操作在今年 理解 那今年有机会去避免金融跟经济上面的危机 危机是这样 之前是因为金融领域出问题出状况 包括股市崩盘 包括这个大型金融机构破产 那这种问题的话会构成金融风险 尤其是扩散出去的话 外溢出去的话 会形成金融系统性风险 一个倒了 脱下另一家 这样子 那现在没有啊 我们目前并不是看到金融状况出问题 联主会才要降息 我刚刚讲的 这一次的降息性质跟以前不同 那现在因为没有看到金融危机 至少现在还没有表面化 理论上会有 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问题就是 联主会这一次刻意释放降息的预期 对 然后呢 那个十年级公债价格 从本来靠近5%那里 4.8%那一代 直接跌到 跌破4%到3% 跌破3.9% 那殖利率下跌 表示公债价格上涨 表示之前最大的问题就是 公债投资部位有账面亏损 很多金融机构哀哀叫 就叫你不要再升息了 一升息了结果 公债价格会下跌 公债价格下跌 他们投资的部位就有账面亏损 那结果现在公债价格涨上来 殖利率跌下来嘛 价格涨上来 他们的账面亏损就得到缓冲了 所以就金融压力被释放 所以联主会用这一招 出一张嘴 所以可能要降息了 然后市场公债价格赶快涨上来 好像压力测试一样就对了 这是等于提前宣泄金融压力 是 所以联主会的操作很高明 然后呢 他现在就是说 根据数据来决定降息幅度 那市场认为6码 6码的话是说 通膨如果真的降很多 他就可以降息降很多 因为他只要利率跟通膨率 保持两个百分点就OK嘛 所以如果通膨降很多 他就利息可以降很多 通膨如果降很少 利息就降很少 所以将来利息降息的幅度多少 还要看通膨数据 是 本集节目由下班生一赞助播出 在2023年教授来的时候 跟我们讲过一件事情 就是在全球金融的这个系统上面 其实日本是最大的黑天鹅 而且你看一直到2024年今天 日本还是维持负利率 我觉得这个举动非常特别 所以它还是一样是最大的黑天鹅 好我来解释一下 目前是这样 这一只黑天鹅 掰咖 掰咖 有点一搏一搏的 好现在讲原因为什么 第一个基本原因 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基本原因很简单 就是日本的通膨回来了 日本的通缩结束了 但是日本央行发现 这个通膨是输入型通膨 输入型通膨不是日本内需足够热 把通膨撑起来的 所以它就没有要正常化 再等一下 可是这么一个态度的话 就让是日元贬值了 对 日元贬值的话 进口的东西不就变贵吗 变贵 二星循环 那这样子拖下去也不行嘛 对不对 所以日本内阁开始要游说大企业 调高薪资 薪资调高的话 那么这个会有助于内需来推动通膨 这样的通膨就是健康合理的通膨 那时候货币政策正常化完全有道理 那我们看关键变数这个薪资增长率 坦白讲是有点跌下来 它应该要继续走高 然后支撑日本的内需 支撑日本的消费增长率 这样的话是日本的内需带来通膨 真的结束通货紧缩 这个时候货币政策绝对正常化 所以既然是有这么一个词语 那么投资人对投资人来讲这什么含义呢 就是你本来假设你本来有钱要去买定存 比如说一年起定存还是两年起定存 你就干脆把用这个定存的资金买日元 就是堵说一年内你会不会后币政策正常化 一调整的话那日元会升值 好我就是这样做 对啊 我记得在你上次有讲过其实房市的多空 其实跟FED的政策其实有直接的相关联 对非常的紧密 今年听起来就是势必会降息了 那是不是会结束房市的空头 好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就会想说 如果今年FED降息的话 那是不是台湾房价就会涨上来 对 但我要讲一个很现实就是 其实就算降息呢 降个五码六码好了 可能也就是去年初的水平 并不是说降息就代表台湾房价一定会涨 因为台湾其实现在的 怎么讲 基本的房市下降的压力还是很大 比方说像我们的少子化 我们的高房价 我们的低薪 甚至像现在没有什么交易量 都是让房价整体往下掉的一个格局 对 那只是最近因为刚好有新新的房贷出来 所以房价撑住了 否则我认为房价如果说要整体往上反转的话 应该是要像当年QE那样 因为大量的资金涌入 而且全球包含台湾很低很低的利率水平 才能让这么大量的资金进入不动产内 那就不是现在的状况 对 其实不是 就像刚刚吴教授讲的 其实刚刚就是从 准备要从过多景说变成正常景说而已 房价变得很不好到普通不好而已 除非是说如果我们的利率又降到可能1.5 1.3% 或是政府又在提供什么更优惠的政策 那才有可能让房价真的从本质上去反转 否则现阶段则是微微 连准会还在降息 那台湾也还没有宣布要降息 我觉得这个还离房价要暴涨或是回升还蛮遥远的 对 可是我记得我在看一个工商新闻的时候讲到 就是说2023年实际上房价指数是高的 而且就是市场上包括了像永勤房 各式他们做出来的统计里面 都有一个就是量缩但是价涨的这样的现象 是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 其实这个就是现在很多业务员会拿去 跟消费者讲的东西 他会说你看价格是不是涨了 上来了 那价量都涨房市就反弹了嘛 赶快进来买 对对对 这个就是业务员他们可能要么不懂 要么他们就懂 可是只挑他们 对他们有利的话出来讲 是 为什么去年2023房价最后是往上涨 主要是因为8月份的新千安房贷 那新千安房贷它的特色就是说 它有一千万的这个补助 所以在低总价的范围内 大概总价在一千二到一千三 这个范围的房子 是可以的 对 是新千安的首备范围 那就导致其实原本很多年轻人 小资族 首购族 他买不起房的 看到这个优惠出来觉得 可以进去 可以了 而且我买得起了 我负担得起了 我现在买下去我就有面子了 所以就让很多的年轻人 开始去买房 像上次我有跟史戴力量的聊过 他有说新千安房贷出来之后呢 去年下半年的成交量 大概都是以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 那你看他成交的都是大概一千二一千三以下的房子 都是属于低总价的物件 都是小坪数的房子 那我们都知道 以房地产的售价来讲 坪数越小 那单价就越高 那大坪数比方说三房四房 甚至是透天 他的单价就一定比较低 所以变成是说 新千安房贷他刺激了低总价 让低总价小坪数的买盘 跟交易量变很大 所以成交大的都是这些高单价的产品 那反而在空头市场呢 中高价位的房子本来就比较难卖 所以高总价 但是低单价的房子成交量变少 所以一平均下来 整个房价单价就拉上去了 听懂了 这个是政策刺激出来的 并不是市场的实况 所以整体的市场 虽然看起来好像房价是在涨 但涨都是涨那个小坪数的 中大坪数都没有涨 而且还有更明显的现象就是说 像现在建商他们的推案 都是尽量推小坪数为主 这就代表说新千安推出来之后 虽然大家可能现在买得起房子了 但是你买到的面积 可能会比过去小个两坪到三坪 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小 对 这是一个没办法改变的趋势 是 你刚刚有讲到那个业务啊 他会故意跟你说 你看量起来啦 然后价也起来啦 所以现在赶快进一场 听起来就是话术 对 话术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话术 是可以提醒我们的 好 我觉得今天有几个话术 可以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跟刚刚的新千安房贷有关 第一个就是因为最近大选刚结束 大家都说你看 执政党跟建商的关系这么好 之前平均地前条例也开后门给建商 所以新千安房贷在两年后的地方大选 为了到时候的支持度 所以新千安房贷可能会延长 所以低总价的房子不会掉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有点过于乐观啦 因为我们现在没法去猜测说 到底新千安之后会怎么延长 因为它的 很多人不知道新千安房贷 它的补贴是三年的利率 可是这个三年呢 并不是从我们买下去开始起算三年 它是从这个优惠 实施开始起算三年 因为它是从去年的八月开始嘛 所以假设你是今年八月才进去买的 你就只剩两年的补助 明年八月份再买 就只剩一年补助 要看清楚耶这个 所以变得是说很多业务员 不想让消费者搞清楚这个事情 他都讲得模模糊糊的 就说对啦对啦三年三年三年 对没有讲得很清楚 所以新千安房贷对于低总价 这个市场的刺激 是会慢慢显弱的 至于政府会不会把延长再去刺激它 我觉得这个都很难讲 这个没有人能够预测 就像去年没有人会预测到说 政府说要打房 结果搬出一个新千安房贷一样 对 如果去看美国降息的期间 说房价都会大涨 所以这一次今年 房价也会涨起来 我有听过的 有 大家会讲说 就是业务员会讲说 你看过去的历史 美国宣布降息的时候 台湾房价就大涨了 所以这是今年 就像刚刚吴教授讲的 今年降息几率非常大 只是看什么时候降嘛 对 所以只要今年降 台湾房价就大涨 但是这也是标准的话数 因为我们看 就算年组会降息可能五码六码 就是回到2023年初的水平 其实2023年初的 美国年组会的利率水準 还是很高 它跟台湾的利差还是非常的大 所以台湾的利率跟美国利率 还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落差 对 所以不是说 只要美国降息 我们台湾也会跟着降 然后就刺激房价 并不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台湾宣布降息呢 那会不会有差别 这也会让信心上回升 降息对于房价的帮助 其实都在于信心面 并不是真的针对房价本身的根本 因为降息的大家就会觉得说 至少不会再升息了 对 经济应该是可以 比较好预测 对 所以大家就想进去买房 房贷压力比较小一点 对 那很多人就会借这个时候去买房子 那我都会建议说 如果当美国宣布降息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先不要进去买 因为现在大家信心很膨胀 对 都觉得买没问题 无敌了 但其实你现在进去买 这边对手也很多 那我反而是建议有些屋主 他去年卖不好的 挂搜挂很久都卖不掉的 想要赔瘦的 你可以等到降息的时候去卖房子 今年降息的时候去卖房子 比较容易赶快出托掉 赔瘦的机率比较低 另外还有就是未来很多 什么环保ESG的概念 说房价以后会磕碳费 那所以磕了之后房价会大涨15% 这个 赶快买真的 对 这个说法其实在去年就已经出现了 因为去年上半年其实房市非常差 大家可能不知道去年上半年房市有多差 我讲个业界的例子 业界的人他们在2023第一季碰面的时候 房仲会问说 你们这个月成交几间 可是到第二季房市真的很差的时候 大家反而问说 你们这个月有成交吗 所以在新清单推出来之前 房市是真的非常非常不好 对 那就因为去年上半年房市非常不好 然后又有平均地权条例 又有信用管制 所以大家得想个话数 让消费者赶快买房 于是建商就开始讲 2020日课程碳费 碳费会让原物料成本大涨3到4成 或是直接讲会大涨35% 这会导致房价会大涨3 就价格跌上去了 对 会把它反映到房价上 所以房价会涨15%左右 所以建商就开始对媒体讲这个话 媒体一PO出来之后呢 业务员就开始拿去对消费者用 说明年要大涨赶快买 但这个是标准的话数 是标准的话数就对了 对 怎么证明呢 其实我们先讲第一个最简单的 通常我们假设玉售屋 这个房子卖100块好了 大概有40块到50块 是属于土地的成本 然后大概有30块到40块 是建商赚的利润 所以剩下大概20%到30%左右 才是相关的原物料成本 钢铁 水泥 劳工的这些费用 所以就算是原物料成本大涨好了 也是这2 30%的原物料的部分去涨 不可能说这个地方涨了后 让房价打涨15% 是 而且前阵子政府就出来辟谣了 政府说现在台湾的建商 请你们不要再继续用碳费来 哄台房价 因为政府已经说了 他们估出来 碳费这个东西对于台湾房价的影响 大概顶多就1%而已 1%而已 顶多让房价涨1% 然后国外的环保机构也有估计过 说对于房价的影响大概是小于1% 然后去年的安永会计事务所 他也用碳费对于美国房价的影响 算出来是千分之七 千分之七 越来越低 对 所以我朋友就讲一句话 他说会让房价大涨的并不是碳费本身 而是碳费这个说法 说法本身 对啊 因为其实这个 天安金雪的小资组朋友们 最喜欢问的是 不要告诉我这么多 这个大经济循环跟我没有关系 今天买房子最直接就在现场折冲 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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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这么辛苦 现在买房这么压力这么大 对啊 那怎么样帮帮我们呢 好 我觉得先讲中古屋好 今天重点是中古屋 那以中古屋来讲的话 我建议大家要知道就是 你要知道中古屋的开架是怎么来的 就是我们走到中间公司 看到架上这么多房子在卖 那每一个房子开架高得不合理 对 而且都比石家德路高很多 为什么会这样开架 其实你们要知道是 这个开架的来源是因为 屋主会先给中间一个底价 比方说1000万的房子 那会先加上4%的付费 因为屋主要付给中间4% 所以就变成1040万 那习惯上都会再给 买方10%的沙价空间 所以就是1040万再加上10% 这个加上去之后呢 就是所谓的开架 所以反过来 你只要把10%的沙价空间 跟4%的中间费扣掉 先去掉 对 大概就是屋主的底价 是 对 所以屋主底价在哪 其实很好抓 但重点是 抓到屋主的底价 你买到屋主的底价 不代表买到便宜 因为我爸爸跟我讲 因为我爸爸也是做房仲的 他说屋主有8个底价 反正他报给中间的 绝对不是他心中 最低的那个价钱 所以你一定要是 往屋主的底价去往下杀 那重点是 屋主的底价往下杀多少呢 其实还是要去参考 你现在目前的实价登陆 以及这一区的交易量 才能去判断说 这边要怎么杀 那我们就看喔 如果以成交量来看 如果这一区就是成交量很多 一直在往上成长 很热络 同时价格也往上涨 那就代表这个地区很好 对 它会有增值性 基本上你这时候还出个 10价登陆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出低一点 比方说过去这一年价量都跌 房价可能跌5% 那我就可以想说 那去年一年跌了5% 我今年再杀个5% 很合理 甚至我可以多杀个一两年的幅度 因为你想嘛 今年我买下去 可能明年继续跌5% 就换你亏了 所以你可以多杀一两个5% 可能变成杀10% 15%下去出价 这是在价跟量都跌的状态 是 但现在台湾普遍的情况 反而是比较畸形的 是 价有上去 然后量是下来的 没错 因为这个我们常常讲叫价量倍率 就是价往上 可是怎么量只有一点点 那在这样的情况呢 就代表着 其实屋主还想卖高价 可是他现在没有动力往下 就是 还没有可以压力让他卖便宜 因为台湾的利息还是非常的低 俗称的洗售 我们这一区很好 我真的舍不得卖 对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屋主确实没有急售的动力 所以我们尽量买在10价登陆上下就可以了 是 所以我觉得 我们除了要了解屋主的底价在哪里之外 也要知道10价登陆 更要知道 依照10价登陆现在的状况 去往上出来就往下出 是 人家不会吃亏 对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很多消费者因为被业务员误导 导致可能在一个 价更量都在下跌的地方 他还去追高价 对 这样中间比较好成价 我觉得大家想一下就是 房贷这个东西 通常一杯就是30年40年 所以不要急 因为你只要在这30年当中 有机会把握到一次 房价可能打8折甚至7折的机会 你就省很多了 那就想比方说一个1500万的房子 如果打8折 他就可能大概只剩下1200万 那你的房贷就只剩下1000万以下 所以你这样子不但本金省很多钱 你住进去之后房贷压力也会小 那房贷压力小 你住进去才会幸福 因为我常常讲 买房的重点是 让自己变得快乐的 而不是让自己徒增压力的 是 所以今天你看 从量价的表现 无论是总金 这吴教授的分析 还是房市 房市里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这样未来的走势是如何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 带来这么多重要的资讯 谢谢 谢谢